您好 歡迎收看2月27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2月8日連續假期進入第三天 2月7日下午蘇花公路就陸續出現了北返車潮 而在下午2點左右 匯德隧道內卻傳出一起連環車禍 一輛砂石車一致煞車不急 一路推撞到前方自小客車 導致6部車輛毀損 其中一名機車騎士腿部擦傷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而這起意外也造成南北雙向嚴重回堵 228連假進入第三天 從27日下午蘇花公路陸續出現北返車潮 但在下午2點左右 匯德隧道內卻傳出有一起連環車禍 一輛砂石車一致煞車不急 一路推撞到前方自小客車 導致6部車輛損毀 而其中一名駕駛的腿部受到輕微擦傷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及救護人員趕在第一時間到場 進行雙向封閉排除車禍 讓北上的車潮一度回堵8公里 2點多吧 2點多就開始了喔 對啊 這時發生車禍才 才塞的啦 就開始 不然就這樣子慢慢的 現場雙向堵塞 警方實施雙向管制 拼凍之多掉車到場排除 以14時40分後搶通恢復雙向空車 連環狀事故才剛排除 沒想到又發生機車差狀 導致原本恢復的雙向車流又改成雙向管制單線通行 好在有遠景的排除下很快又恢復正常 所幸兩起事故沒釀成嚴重傷亡 而新城警分局也持續派員疏到 預計要到晚上9點過後 車流才會明顯變少 記者 徐立芹 修林鄉報導